戈登北京时间1月26日,在今天修斯顿火箭主场对阵多伦多蒙 龙的比赛中,埃里克戈登22投8中,其中3分13投2中,罚球 6中6,得到24分3次抢断,火箭也有金武显地以121到119 获胜,中场前35.9秒,戈登诡异出界,将球权拱手相让,怕 斯卡尔西亚卡姆3分在中,在中场前1分14秒还领先11分的火 剑,却眼睁睁看着分差被迫进到2分,接下来,火箭操刀最后1 轰,或许是看到此前为拖延时间付出了代价,戈登在时间上充裕石突 人出手3分,球弹框而出,猛龙竟还有命中3分绝杀的机会,好在最 中卡瓦1来昂纳德3分位中,火箭才逃出升天,球迷也才可以回头 来问一句,圆脸登,你怎么了,其实晋级场,火箭球员屡屡 会在关键时刻短路,上一场攻克MSG,PJ塔克在戈登 发底线球后鬼异地区接球,让对手轻松篮下打成,就令人费解,好在 火箭这两场都有惊无险,而本场尾声这两次举措失当,也不会抹杀 戈登本场乃至近期的关键表现,戈登在近期扮演了火箭救世主 的角色,力展胡人,是他命中大心脏3分,将比赛拖入加10,上一 场攻克MSG,又是他在中场前命中救命3分,并和詹姆斯哈登合 为逼迫对手出现致命失误,惹得阿朗索克里尔在赛后还对戈登爆了 粗口,本场戈登尽管外线手感不佳,却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分担了 哈登的压力,首截他就5中3拿下8分,半场得到15分也是全对罪 高,在哈登离场休息时,是戈登率队挺过了阵容轮换的衔接段,面对 蒙龙已以为豪的替补竟全然不落下风,第三节,在客队将最多22分 得分差破近到只剩4分时,又是戈登接过哈登的枪,一记3分外加2 一罚球,为球队止血,在得分手段上,本场蒙龙死掐火箭外线 但内线互况却出了漏洞,这也被登登组合加以利用,哈登开发出 抛投这一新式武器,戈登也屡屡狂,包括首截莫娜一记力劈滑 山的战俘是暴扣,球迷欣喜之余不免惊呼,圆脸登,悠着点 回顾戈登复出这5场,若无他,火箭拉出一波5连败也并非不可能 下一场,克里斯保罗即将复出,灯灯组合将让位于灯泡组 而,但每逢赛事到了关键时刻,大家仍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板 赠上的圆脸登,知魅声明,新浪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禁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